Hello 大家好 莎姐 你見到現在莎姐的氣息好很多 昨天真的辛苦 今天已經好很多 現在是等肚射 肚射呢 應該說要等 我自己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我自己通常是傷風感冒或發燒之後 肚射完 即是所謂老人家說的 把散寫出去就會完全康復 我現在就等肚射 因為明天我是要去吃自助餐 所以我是今天之內 明天之內一定要好完 那我就可以吃自助餐了 因為最近這段時間是吃蟹 所以我明天就預約了吃蟹 自助餐就是蟹熱 很開心 但是也說回一點 近來就有個很熱的主題 就是有個女生逃亡去德國 然後用身體換了政治難民的銜頭 那我就不是想和大家說這些 那我就想說一些 因為太多人說了 我又不想說 而且我覺得 即是舊日自取的 那我自己覺得 沒有必要以可憐 那我想說 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些 叫做政府公務員的工 那有些是非政府公務員的工 那發覺香港電台就請很多人 即是香港電台就請很多人 那我不知道是否為了將來改革 那因為大家知道 他每年花的 是說幾多幾多億 現在還請人 即是收事不是很好 還請人 是不是會預料會這樣一批人呢 我不知道 是請很多職位 那如果不是想這樣一批人 而又請人 我又覺得 咦 沒有什麼人看的了 那另外就發覺 有一個廣告 你知道YouTube 偶爾也會有些廣告 那些廣告就是賣其他人的影片 那我就看到一個 很難頂的影片 即是很難頂的廣告 那就是香港電台賣的 是香港電台賣的 是香港電台賣的 那就是講 袁氏家族 袁氏家族 就由 袁黎明 袁黎昌 袁公怡 然後 忘記他大家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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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什麼 什麼 泛暴民主派 還是熱血民主派 大概是這樣 他好像叫激進民主派 他不敢說反中亂說 他也不敢說 然後 袁公怡就說自己是心黃到金的 然後 他的 大女兒就說自己是 淡黃到心黃 即是中黃至到心黃 那當然大家 重點就是袁黎昌 他就說自己是中立的 大家信不信呢 他說他自己是中立 大家信不信呢 就是這樣 亦都說了 容凱欣 就說自己是外國外黨 聽完這一集我就已經 哎 算了算了算了 這個廣告也是 當然是廣告 然後 聽到前一段仔就說 袁黎未跟她老公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黃友 所以結婚 他就說了一句 就是不是因為大家是黃 所以才在一起 是因為大家意念相同 所以才在一起 就說到自己意念很高尚 那我著重點 我就覺得 就是容凱欣 就是容凱欣 是否應該要幫忙拍香港電台這個呢 你想想 袁黎昌說自己是中立 你信不信呢 如果他是中立的話 他就不應該當初 就幫某些黃營區議員 還要激進派來支持那些人 他就不會幫忙賣廣告 他那時候就說 好像是跟李全銘 還是什麼 就是一些激進派的 就說要撐那幾個 就是引入當選 就是要撐那幾個 叫大家投他票 那這些叫中立嗎 如果你老婆是一個 自己說 你老婆自己說自己是外國外黨的 就是外國 愛香港 愛中國的 你家裡又這麼忙的 你是不是什麼都不要參與政治呢 就是這些根本大家知道什麼事 而容凱欣 為什麽就是 大家知道為什麽 為什麽累到新民黨 他損失了區議會的議席 大家都大家都已經心中有數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個女性 你選丈夫是關於自己終身的 選丈夫都選成這樣的話 那我也都很難 投一票給你 如果他下年選立會 容凱欣的話 我自己覺得 我很難投這一票給你 我自己的感覺 或者我自己的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 不代表我慫恿大家 投不投她 只是我自己覺得 我就不會投 因為這個世界 不是只有容凱欣一個人 對不對 這個世界下年選立會的時候 不是只有容凱欣一個人 容凱欣一個人 是建設陣營出來選 還有很多建設陣營 我其他建設陣營都未選完的時候 我為何會把你排在我的期限表下面 除非建設陣營全部都沒有了 唯有把你排上去 但如果還有其他建設陣營的人 我是不會選她 因為我想每個女性 對於男性 我不知道你自己怎樣看 女性來說 對於自己嫁的丈夫 是很重視的 是很重視的 你怎麼可能選一個 完全跟你 和你理念相同的人去嫁呢 即是 即是 原來槍是中男 她家人 你不用現代人 她家人整班都是皇友 而且都是自認皇友 近來 袁弓儀還在外國不停抹黑中國 不停搶衰我們 你覺得這些人 你願意和她做襯鑑嗎 即是 你願意去 即是你想想 原公義說了 你老爺 你願意有這樣的事情嗎 即是 如果我 即是問心 我自己是嫁姐 都年紀大了 如果有男人要我 而她老爺 即是我老爺是這樣的 我寧願不教了 我寧願自己一個人 即是 當然 雖然 容學姻那時候 因為懷孕了 所以才結婚的 我知道 因為大家知道 薩姐 神算 大家神算 就數到 但我自己覺得 現在未婚懷孕 雖然我不鼓勵 也不喜歡 但 其實現在在香港 未婚懷孕 也都 大家也當是沒有什麼 如果 如果 強行因為要有個BB 強行因為那個BB 而要嫁去 這樣的話 不如自己 獨力養胃一養 沒什麼所謂 現在香港人都看得很開 那我會覺得 容海恩的取向我自己是有所質疑的 因為 你問我 以前我不管政治 經歷了2019年之後 你問我 會不會 選嫁外國人 以前一定沒有什麼所謂 不是說一定喜歡選外國人 以前說外國人或是中國人 我其實都會不大差距 只要喜歡就行 只要對我好 喜歡就行 現在你叫我選外國人 或者要移民美國 他是一個美國籍的華人 也好 美國籍的外國人也好 我都會覺得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 因為我看到美國 其實根本比我們現在更差 比我們現在香港 或者內地 應該說 不是更差 是你會看到他們的無量 是很恐怖 就是 簡直是好像沒有文化 美國總統是沒有文化的 就是 你怎麼會想到 死二十萬人 六百多萬人感染 死二十萬人 他是當沒事發生過的 是完全沒有一些悔究的 而他還好意思 告訴別人 我新冠三天就好 大家不需要什麼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你一個人用了 別人 可能整家人一年的生活費 就為你治療那三天 如果我是當中的 居民 或者我是美國的選民 我覺得 你怎麼搞的 你用了我們的資源 就是為了你治療那幾個 為什麼你不一早 叫我們免疫 令到我們 叫我們戴口罩 令到我們 可以得到平安呢 你當然 你有整個團隊 要約人員 住豪華套房的病房 你當然沒什麼所謂 但是有很多病人 是被趕回家 他家人又不知道怎麼照顧他 又或者是 他家人 因為他 而再感染到家人 而死了很多親戚 或者死了很多老人家 或者死了很多小孩 也不奇怪 即 他還好意思說到 這個不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那二十幾萬人 其實是影響那二十幾萬的家庭 即我算他一開四 即不要說一開四 那一家大概是一開三 你二十萬都在影響六十萬人 一開三四的話 你美國也不是很多人 還有你現在就說感染了六百幾萬 其實專家都說 可能這個數字是被低估 因為有些可能住在一些 比較偏遠的地方去感染了 你又沒有去檢查 所以我是很難 會接受 即我自己覺得 我是很難會接受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美國籍說結婚之後 要我過美國生活 我覺得我是不會考慮 基本上不是會考慮 除非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當然是 留下我的抗議 所以其實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容許欣 會選一個自己 跟政治取向是完全不同的人 因為這個不是政治取向 你說你自己愛國 即不是愛國的 只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當上比較難接受現在 比較難接受這件事 當初你自己去選 立會的時候你是愛國的 我想原來 原來未早已經是 攤牌 就是說他是那一堆的人 他家裡一堆都是這樣的人 我覺得你這樣你還願意嫁下去 其實我自己有一點懷疑 他說自己是外國的 不是外國的 不是外國是外國的人 我真的有一點疑問 當然 這個純粹是自己的感覺 但我亦都覺得香港電台 是想藉此這件事 就淡化一點 就是淡化一點 就說我們的台不是那麼黃的 我們的台不是擺明攻擊政府的 我們的台是要表現 就算不同政見都可以和合 我覺得他是想淡化這些東西 大家不需要 什麼的了 我想希望盡快去整個台 當然如果你說 不是喔 豪君堯議員 是做統帥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重新去糾正 但是如果他們繼續這樣 其實就應該整個台 還有我覺得作為香港電台 他的約章就是要幫助政府和市民的溝通 讓市民多些認識政府 和認識國家 我覺得可以做一些叫做24小時的新聞台 有一個就是自己香港的24小時新聞 另外一個就是24小時國內的資訊 資訊可以包括旅遊 也可以包括野食 也可以包括中國未來的建設 資訊網 即是可能美尼我們中國會建造 可能在高鐵還會什麼什麼 他不停地介紹這些 24小時不停地做 有興趣的 就可以24小時去聽或者看 這是我自己建議的 今次就講到這裡 我們希望香港電台快點改革 以後就不用太多旺友被人讀海了 接著就講到這裡 好了 拜拜